想让女生喜欢你 特别是美女爱着你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她不舒服 对 你没听错 让她不舒服 如果你总是用让她舒服的方式追她 不管开头怎么样 最后啊 肯定追不到 你关心她 吃了吧 睡了吗 在干嘛 早安 晚安 开始啊 她还跟你客气一下 你天天这样试试 她能烦死你 你见她下班一次 她很开心 你天天去试试 迟到一次你都是罪人 你总给她发红包 也是一样的结局 抖你恩生命仇 就是这么来的 她说喜欢对自己好 天天找自己聊天的暖男 结果就是 谁信谁悲剧 谁信谁备胎 之前有一个选员不懂这个 一个女生爱意识对我有好感 她就稀里糊涂地跟女生表白了 女生呢 没有直接答应 第二天发信息叫大兄弟去酒吧玩 大兄弟当时乐坏了 以为是好事要成了 结果呀 大兄弟去了之后才发现 女生除了她 还叫了两个比她高比她帅的男人陪她玩 这摆明了就是耍大兄弟吗 我就告诉她 直接去搭讪别的女生 就找比她漂亮的 还叫过来跟女生一块玩 就是为了刺激女生 让女生不舒服 以比之道 还时比身 结果呀 女生把那两个男生打发走了 就要和学员玩 当然了 这样的女生呢 会让学员以后别再打理她了 女人爱看韩剧 里面的车祸 癌症 失忆 三件套 是必备环节 这不就是让人不舒服呢吗 好好的恋爱干嘛搞得这么九曲十八弯呢 可是女生就爱看呀 她们就是享受这种让人不舒服 又有期待感的过程 女人的天性里面有像猴子和小孩的部分 耍猴人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是干嘛 就是打猴子一顿 没有任何理由 然后呢 猴子这一天啊 才会比较听话不捣乱 如果两天没打 她就上方接瓦 如果三天没打呀 她能打你 教育小孩呢也是一样的 你要是处处的惯着她 宠着她 她将来就废了 而且呀 全怪你 慈母多拜二 反而是从小给她立规矩 有怕气的小孩 长大之后又孝顺又又出息 正是因为女人的这个特性啊 所以说会撩的买声才会玩 欲擒故隆 三天打雨 两天晒网 才会各种套路 惹女生生气 让她吃醋 才会各种技巧 让女生对自己又爱又恨 最后呢 离不开自己 因为她们知道 一味地让女生舒服 其实本质上就是 只顾于女生的感受 牺牲了自己的感受 你牺牲自己的感受 她最后能把你整个人都牺牲掉 这个就是人性 如果你想要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 跟女生相亲往回方面的 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期视频的结尾 请和我的最新联系方式哦